微软官方已经发布了Windows 1125H2第一版。先来看一下版本号。 接下来介绍该版本的第一个新功能。无密码登录。点击开始菜单。选择设置。 在界面左侧选择账户。右侧选择通行密钥。 要使用Windows 11的无密码登录功能。需要先将Windows设置成Windows Hello登录。这里选择最简单的方式。使用PIN。 要使用Windows Hello登录。原来的系统账户必须设置密码。 现在输入新的PIN码。 返回到通行密钥。 选择高级选项。 目前还没有看到显示插件。 点击这个链接。可以查看微软官方的密钥袋数。 打开浏览器。访问微软的博客。 找到这个链接。 向下滑动。 点击这个链接。开始下载ePassword。 安装ePassword软件。 安装ePassword软件。 现在如果回到通行密钥设置。 依然不会有插件的显示。 这是因为需要在ePassword官网进行注册并登录。 插件才会显示。 注册过程非常简单。 这里就不演示了。 注册并成功登录ePassword之后。 再回到通行密钥设置。 就可以看到插件显示。 并可以正常使用该功能。 第二个新功能新版开始菜单。 大家可以直接看看效果。 第三个新功能新版截图工具现在支持保存GIF。 录制一个几秒的视频。 在视频的编辑介面。 有一个保存为GIF按钮。 保存时可以选择质量低或高。 在视频工作室内视频下期限制宜。 在视频下期限制宜 Like. 对他依旧参爱。 没有大似乎的。 在视频下期限制宜。 应该示售。 可以 banget。 看那些宝静也不得了。 在视频中处理。 在视频输示的宝静涯。 在视频宁近期间。 出带人数。 逊 influencer。 所以如何是容易的部门。 接下来的新功能 新版的画图新增很多AI功能 这里以一个演示为例 将图片中的大像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擦除 接下来是最喜欢的一个功能 将移动设备和Windows 11深度绑定 不但可以把手机变成Windows的摄像头 还可以在Windows中直接访问手机中的文件 以及和手机共享剪贴板 除此之外 如果在手机连接中登录自己的微软账户 还可以在开始菜单的侧边栏 显示手机连接的快捷方式 之后就可以在开始菜单中 快速地发送短信 拨打电话等操作 但是要使用该功能 登录手机连接之后 需要重新启动Windo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就可以直接访问手机的根目录 最后向大家演示的新功能 是可以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 拖动任意文件 调出共享快捷工具栏 除了可以直接向手机发送文件 还可以在发送文件时对图片进行质量选择